一扇怎么观察 对刚才讲到中共戒选 习近平真的急了 因为明天拜习会 因为习近平第三任任期 大概应该要解决台湾问题 他剩下五年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等于是 如果没有介入成功的话 他等于是让民进党 可以多执政四年 他的任期就结束了 第三任的任期 所以他在这一届 为什么要极度 用大量的压力去戒选 柯文哲看到习近平的压力 其实柯文哲也在利用习近平 所以他让了一个徐春英 换到一个马正义 马英九正义兄弟 再加上一堆阴阴阴阴 全部跪成一地 从南到北 韩国瑜阴阴阴阴阴 这些区域小基地委 他成功 说真的 柯文哲非常成功的 劣结了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分成两派 一派就是以马英九为首的 这个所谓的挺科派 然后全民调派 那朱立伦其实聪明 他把全民调这个概念 把它打平 就是说全民调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你柯文哲的 一个是我们国民党 朱立伦的模式 那多了一个就叫政党民调 所以朱立伦用这个化解 那在朱立伦这对呢 我有一个要特别讲 王金平是值得肯定的政治人物 王金平有四次从总大选的机会 他可以跟民进党合作 跟柯文哲合作 他都选择了忠于国民党 而这个忠于国民党的人 跟柯文哲只讲一句话 柯文哲马上嘴探了 他说柯文哲拿了一堆民调数据 说我会赢啊 侯友宇不会赢啊 王金平就说 好啊 柯和佩 你要出钱吗 你要出人吗 不 我感觉要出一支嘴 柯文哲就感觉一支嘴而已 你人和钱都要国民党 国民党去出 你不比所谓的政党民调 这有道理吗 如果所有的钱资源人 都要我国民党出 然后你说不要比政党民调 比候选人民调 我只出一张嘴 所以柯文哲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他根本就不是要蓝白河 他只是要裂解国民党 而且成功地裂解国民党 他最后的目的叫做 裂解完以后才能操作弃保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他这个裂解操作弃保的过程里面 因为极度羞辱侯友宜 所以反而促使了蓝营团结 第二个柯文哲的仇恨值 积深啊 为什么柯文哲之前的仇恨值 大概30%左右 大概就是民进党讨厌他的 那多出来15% 短短一个月 国民党的政党支出度 一半以上 现在讨厌柯文哲 你这些人怎么可能投柯文哲 所以国民党的小鸡 包含总统都有这个概念 国民党支持者开始出现说 我宁可让赖清德上啦 我也不要你柯文哲啦 所以这样一个所谓的 这个困境 小鸡的困境 他如果跟柯文哲 站得太近 他就会得罪 这些基层的票源啦 已经不止总统 已经延伸到小鸡身上嘛 所以区域立委 现在有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觉得没有 大部分都是写在 韩国瑜脸书下面 去交报告给习近平 打一个小书里面 做一个记录 然后查税去查鸿海的 不要查我家的 所以所有的国民党的小鸡立委 大概已经输压了 所以我觉得明天的结果 会是柯 朱立伦非常坚持 要有政党民调 只是比例问题 而柯文哲 从头到尾 他根本就不会接受民调 他只是用民调这件事情 去羞辱侯友仪 去劣解国民党 而且他成功了 但是他操作记保会失败 因为他已经得罪 国民党很大部分的基层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